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出席簡介會 解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他指出決定內容清晰明確 目的是要糾正對《基本法》的誤解 避免無憂子的爭執 他又透露人大常委會審議過程當中 考慮過佔領中環的影響 他呼籲泛民放下成見支持政改 達祖宜報導 人大拍板之後除積底講的李飛 和近千名來自不同界別的代表舉行簡介會 違地形容是落閘的決定不解話 在座的有些人士可能感到決定的內容去到盡 我們這個形容的很形象 要落實行政壤官普選 必須對一些具有很大爭議的核心問題予以明確 特別是糾正明顯偏離《基本法》的錯誤認識 否則無休止地爭執下去 永遠不可能達成共識 他透露在人大常委會審議的過程之中 高度關注佔領中環的影響 但認為不能被威脅 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的違法活動 就屈服 那只會換來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如果有人真正發動佔領中環 中央相信香港特區政府 尤其是高素質的警隊和執法機構 在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下 一定有能力加以處理 中央始終是香港特區的堅強後盾 泛民聲言要否決政改方案 你非憂慮 若果政改不獲通過 特區政府的管治會更加困難 他呼籲泛民要放下成見 泛民主派當中的不少人 也是愛國愛港的 只要出於維護香港的根本利益 放下成見 就會看到按照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參會決定落實普選 對他們來說 同樣是最好的選擇 謀求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 甚至要改變國家主體 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 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因此希望那些持有不切實際想法的人 能夠改變他們的立場 加入到愛國愛港陣營中 李飛又說 明白一國兩制的落實 不能夠一帆風順 但是不可以因為極少數人唱衰 產生懷疑或者是有所動業 NOW TV記者戴祖儀